我們最後的一個議程會是在 我們Wikidata的一個實作編輯的一個介紹 包括像剛剛夥伴提出來的一些實際技術上的問題 我們待會會請江澤特別focus在這一塊 可以幫我們排除一下 其實會有很多我們在編寫資料的時候 不管是我們從無到有或者是更新既有的連結 或是我們將新的連結做重導向重定向 比如說舉一個例子來說 像Wikimedia然後Wikidata的條目 我們農業部會8月1號就會開始升格試用 那其實中間就會牽涉到很多條目的一個更新標籤 Tag或者是互相隸屬的一個連結性 但是在像我們Wikidata的專案來說 它的更新以及說外部的維護 其實只要能夠掌握它的操作方式 基本上實時更新的部分應該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好那接下來我們時間就交給我們講者 給我們帶來Wikidata的一個技術編輯教學 同時也會預留一些時間去解答大家在一些實際技術上遭遇到的問題以及疑惑 好那以下我們交給講者謝謝 好那我這邊開始了 那等一下應該會解答到你的問題 你好 好 現在是Wikidata基礎給你教學 那我會以最最最最最入門最淺顯一種 步一步教你的方式去教你怎麼編輯Wikidata 那如果我不懂的話 最後會有QA 對 好 首先是目錄 第一個是我做介紹 然後再來是 用比較入門的方式去帶你們了解Wikidata是什麼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 了解Wikidata之後要了解它怎麼編輯 然後還有一些你在編輯上會比較容易遇到的一些問題 就是比較容易混淆的陳述 那之後會留一些時間 我帶你們實際示範一次 然後你們也可以跟著我做一次這樣子 好 我自我介紹 我是 我名字是劉建峰 隨便稱呼都行 只要再叫我就好 然後再來我是大三生 然後我同時也是Wikidata社群的成員之一 然後也是Wikidata地方學裝 方案的成員 下一頁 再來就是認識Wikidata 那Wikidata它最一開始的來源是連接 維基百科中跨語言的條文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都應該知道維基百科有很多不同的語言 比如說像英文、中文、日文 我拿這三個舉例 那最一開始還沒有 維基百科的時候 然後維基百科裡面 你要在通常 比如說在中文維基百科 有淡水河的頁面 那在日文也有 那在英文也有 那通常最左邊會有一個連接到其他語言的維基百科 那最一開始的做法就是說 你要在中文的維基百科裡面去添加日文、英文的維基百科頁面 那到英文的時候你要添加中文跟日文 那日文你就要添加中文跟英文 那如果這個條目有很多種語言 那你就會需要添加很多次 非常的耗時耗時間 然後也耗人力 所以最後 之後就有了Wikidata 那我們直接在Wikidata裡面 輸入 跨語言的那個維基百科的來源 這樣就可以直接 用Wikidata的方式 只要輸入一次 它就可以各個語言都連接到一起 然後再來是Wikidata的定位 首先維基的最上層叫做維基媒體基金會 那這下面有很多個專案 比如說像知名度最高的就是維基百科 像這時講的Wikidata 這些都是屬於同一個層級的專案 還有什麼維基導遊、維基新聞之類的 好 那接下來是Wikidata的特色 它是採用條列式的敘述 所以最簡單舉的例子就是 維基百科是給人看的 Wikidata是給機器看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通常點進維基百科裡面 是不是都是一堆文字 然後一堆人的描述敘述 那等一下進到Wikidata裡面 你就很少幾乎不會看到人的敘述 比如說像 比如說等一下會有參考舉例 好 那再來第四點就是入門 因為採用是條列式的敘述 所以你不太需要國文造詣 你也可以寫得很好 對 好 再來就是Wikidata的編輯步驟 首先第一步的編輯步驟 就是你要先確認你的資料 有沒有開放 如果不開放的話 可能直接輸進去Wikidata裡面 會有侵犯權利的問題 那如果你不知道有哪些資料是開放的 然後又想要編輯的話 你可以嘗試從維基百科裡面的資料 開始去入手 然後像政府網站或台灣方式等 這些也是已經確定開放的資料 所以你也可以從裡面入手 然後再來是確認條目item 這不如簡單來說就是 Wikidata裡面有沒有 你現在的手上想要輸進Wikidata的資料 Wikidata裡面本身有沒有 已經存在在裡面 那如果有的話就麻煩 不要再重新建立同樣的條目 會造成後面的人搜尋跟維護上的麻煩 那有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點進那個條目去看看 還有沒有需要完善的地方 好 再來是陳述 這也是Wikidata裡面最 佔比最多的部分 等一下會重點的講解 再來就是參考來源 應該需要解釋嗎 好 再來 首先是基礎編輯步驟的標題 這就是剛剛前面這位觀眾的問題 它的標籤是怎麼回事 它的標籤簡單來說就是 我現在的Wikidata的網頁 我現在比如說設定是中文 我現在設定是中文台灣 現在中文台灣裡面有這一行 這一列 它現在有這一列 所以我最上面 那個尚未定義標籤裡面就會變成這一頁 那如果你調英文就會變成這一行 剛剛上一個問題就是 你只有閩南語 閩南語有一行 英文 那你上面這些全部都沒有 所以你最上面的那些標題會變成 危機 Wikidata裡面沒辦法辨識 而且你調語言 可能要直接調成閩南語 然後去輸入那個羅馬拼音才可以 好 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標題 標題就是右邊括號裡面那個Q Q後面一串數字 這個Q後面一串數字是 一定不會重複到的 所以就是 每個條目都會有它自己的一串編號 那這個編號本身是沒有意義的 純粹就是看建立的先後順序決定編號的數字 那再來描述就是 分別其他同名資料用 比如說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 蔡英文 蔡英文有兩位都在Wikidata裡面 一位是已經去世的學者 然後一位是先任總統 所以你只要 搜尋蔡英文的時候 下面會有一排小字 那你就可以從這排小字去分辨數 比如說你要找的是哪個蔡英文 那那排小字就是描述 那再來就是多語言說明欄 就是比如說像 上面這個奧本海默 奧本海默斯譯名 翻譯的那個名 台灣的翻譯名字 那本身是美國人 所以它就會有 很多其他語言都會講這個人 那你就可以輸入這樣子 那這邊還有一個譯稱文 就是它的簡稱 或者是它的 直稱 或者是其他的名稱 有記錄在其他開放網頁上了 然後再來就是 陳述 陳述基本上也是 Wikidata裡面佔比最多的部分 那也是 也是Wikidata裡面它的機器能夠連結的一個最主要的部分 好 首先陳述這邊有個灰色框框有個性質 那這邊就是P 然後右邊人類這邊是Q Q就是像我們剛剛講到的上面那個每個 每個條目不同的編號 那當然你也可以放圖片 那圖片要記得是可以開放的圖片才放上去 或者是你自己拍照 但你拍的照表是那種侵權的這樣就好 不過已經去世了 應該也沒有現場照片 有嗎 應該沒有 好 這邊就是其他的陳述 好這邊 陳述有 主要有三個作用 第一個就是連結物件屬性 像比如說奧本海默通過 透過P性質P31跟Q5連結在一起 所以在電腦 在電腦裡面他就會 把奧本海默透過P31的性質跟人類連結在一起 這樣電腦就看得懂說 他是一個人 然後再來 第二點就是連結直接的數字 比如說像出生日期、爽日期 像如果是河川的話 還有長度、高度、地點 地點是用經緯度坐標 然後 透過PC50連結到這個數字 第三點就是連結外部的資料庫 比如說像圖書館辨識碼 或者是像OSM的開放截圖編碼 也都可以連結 然後再來稍微進階一點 這叫限定詞 限定詞就是在乘數裡面讓乘數更完善 比如說奧本海默的配偶 他叫凱瑟琳 他始於就是從1940年11月1號開始 就是他們結婚日 終於就是1967年2月18日 這個是奧本海默去世的日子 這樣子 那有些人比如說 會跨兩三個國籍 那你就可以寫說他的國籍是 始於哪一天、終於哪一天 下面有一個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你查到的網址 如果你查到網址不是危機的話 你就在下面打來源網址 然後把網址複製貼上 然後再加個檢索日期 那如果你是從危機百科 或者其他的危機專案 比如說像危機新聞之類的 那你就直接打匯入 匯入你就會跳出 匯入之危機民進專案 然後打你在哪個危機的專案上面找到的 對,參考來源 好,再來是比較容易混淆的陳述 我這邊是舉這兩個 因為這兩個真的是蠻容易混淆的 那如果你輸錯 通常會跳一個驚嘆號 你也知道自己輸錯 像比如說死亡方式 跟死因 死亡方式就是指自然死亡 或者是意外殺害 死亡 死因就是死亡的直接原因 比如說像他生了什麼病啊 或是車禍溺水 或是自然死亡之類的 好,再來就是實際的操作示範 等一下 那這個階段你們可以 拿出自己的筆電或是平板 比較推薦用筆電開始做 因為危機百科對於手機和平板的資源度 不是那麼友善 你的編輯可能會 因為排版關係出現的問題 好,總結我們從 你的瀏覽器打 Wikidata 然後因為我是登錄狀態 我先登出 然後到首頁之後 最右上角 最右上角有個 右邊有一個english 你可以把它改成中文 然後右上角也有一個 如果你沒有帳號的話 有一個create account 如果你有帳號 就直接login 創建帳號我就先跳過 我就直接先登錄 然後像 譬如說 我直接搜尋 剛剛舉的例子 蔡英文 題外話 這個 早飯歷早了很久 因為選舉期間 不管怎麼早都還是有一點 政治敏感 像比如說這邊 蔡英文就有兩個 一個是台灣的政治學者 然後一個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那這邊的話就是標題 標題的話就是這一列 描述 描述的話就是這一列 描述的意思就是說 讓你可以快速分辨說 你要找的東西 是不是 你要找的 有點廢話 描述就是說 你要在一句話 講出這個東西是什麼 讓它不會跟另外一個 同名的東西搞混 我點進去 希望沒有被人惡搞 因為選舉前 滿常會有人惡意編輯的 好 像這個就是很標準的範例 像這個 意稱為 標籤描述意稱為 它都是 比如說 比如說 像 Wikidah裡面 有三個中文 一個是 中文台灣 一個是中文 然後還有下面有個 中文翻題 怎麼這麼多 翻題中文 那這三個的話 你都要複製貼上 成同一個 接聽中文沒有寫 像這個就很標準 像我舉的例子的話 它這邊 意稱為的話 你這邊應該也是要 在中文裡面把它 輸入進去 時間關係 我就先輸入一個 然後按發布的話 它就會儲存了 那如果你沒有意稱為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比如說 像我拿這個舉例 羅伯特奧登海默 因為外國有名字 所以羅伯特是他的名字 奧登海默是他的姓 可是 如果你沒有意稱為 你把意稱為折住 不要看 那如果你在搜尋的話 你直接打奧登海默 它可能會 找不到 對 你要打全名 或者是打前面的羅伯特 你才會找得到 但 因為台灣 對不對 因為台灣翻譯的關係 大家要叫它奧登海默 所以你要在這邊 打意稱為奧登海默 它才會搜尋到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好 再來下面就是一些它的性質 跟 它的名字姓氏 那名字姓氏的話 在 華人世界的話 因為太多的 太多人的名字是 父母原創的 就獨一五二 所以你比較難找到 相對的 相對的條目去放進去 所以基本上華人世界的話 你就做到姓氏就好了 名字不用做 好 那如果你想編輯一個 人的話 你就去找一個 通信值 相對比較有名的人 去看一下它的 陳述怎麼寫 然後 複製貼上 照它的陳述 照它的陳述寫 然後透過 透過資料內容 適當的去改一改 這樣對新手來說 會比較友善 好 就是這樣 其他的話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是 國籍 國籍的話 只是用在人物 如果你是 物品的話 比如說 像淡水河 淡水河 你就不能說它的國籍 是中華民國 會蠻奇怪的 那 這時候 就會有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國家 國家跟國籍 簡單來說 國籍是用在人身上 不是人的東西 你就用國家 應該 清除明了 我們看淡水河 有很多 就是 找台灣北部地區的中華河流 看就知道是 淡水區的那個淡水河 好 這裡有個國家中華民國 好 大概是這樣子 還可以 有個 連結外部的資料戶 比如說像 開放截圖 OSM 這裡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 有其他問題嗎 有任何問題嗎 歡迎發問 我可以 盡量現場示範 好 老師你好 我想要請問一下 假設今天我有一個專案是要做兩個Wikidata關鍵字的相似度分析 那你覺得說我可以怎麼樣子做相似度分析呢 因為關鍵字 或說這些詞彙它其實都是由QID組成 所以也沒有辦法像以往的文件探勘可能用斷詞的方式去做分析的話 或者是說Wikidata它提供了更多屬性的資料 那不知道從你的經驗來說 會想要怎麼樣做兩個詞彙的關鍵 兩個詞彙的相似度分析呢 很好的問題 如果你的兩個詞彙是指兩個條目的話 就是比如說兩個Q好了 兩個Q因為我說過它的編號是不同的嘛 所以你理論上來講會找到兩個條目 如果你的問題是這個的話 我會從它的乘數去看 因為比如說像兩條河川呢 我拿淡水河跟基隆河舉例好了 比如說兩個條目都是 兩個條都是河 然後兩條都在新北施 那你就可以去看它的乘數裡面 它的乘數的重複度有多高 你懂我意思嗎 我直接用 我直接看這裡 如果是以淡水河和基隆河來舉例 它的乘數通常就是性質河源 然後發源地會不同 注入水體 支流跟 支流跟 以有連接的條目來看 支流跟所在行政泥土實體不同而已 其他基本上都是 一樣化葫蘆 這個 對 大概是這樣子 我會從乘數去看它的重複度 因為其實像我們之前在編輯河川 有蠻多 有蠻多河川 都是一些小支流 那小支流裡面它會 會錄到同一條大河 這些小支流你從 Wikita看進去 它連接的 層數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它只是名字不一樣 那有可能地點稍微換一下 其他都是一樣 所以你要說 相似度調查 其實認真找 真的要看你的相似度調查 是要調查什麼東西 我才會回答你 對 那基本上 能通用的概念就是你從層數去看 因為層數就是一定會連接到某個東西 那有些相似度很高的東西 它連接 它裡面的層數連接的東西 重複率也很高 對我會從這邊去判斷 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對我才大傘而已 不用叫我老師了 雖然看起來不像 還有問題嗎 那問題蠻有趣的 我都還沒想過 給你一個讚 題外的話 奧本海默那個 諾蘭的新電影 還蠻推薦的 不要想睡的時候去看 你真的會睡著 三個小時 很好睡 還有其他問題嗎 好 好 那現場的夥伴如果 都沒有其他問題 那我們 open stream map 跟vpdata的一程鬼就到這邊 全部結束 讓我們先謝謝講者帶來的分享 謝謝